3 2 歡迎收看青商 重來 好 說好的Pieces Possible 去哪裡呢 對 因為我忘了講這個 這樣我才有NG畫面可以撿 喔不用喔 不用喔 哈哈 Pieces Possible 歡迎收看青商乳機 DOO 那我們歡迎今天 桃園分會的李玉榮 阿榮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阿榮是什麼時候加入青商會呢 4月底才正式加入青商會 對 阿榮之前是因為什麼樣子的姻緣機會 會加入青商會的 我是另外一個桃園在地的社團 叫桃園企業二代會 裡面有一位陳先生他的邀請 那我就覺得很有心想要來 青商這個大家庭看看的 那加入前是想說可以在這邊得到什麼 其實啦老實講我覺得社團類的部分 大家很多都把它歸類在吃吃喝喝 或者說一些純粹聯誼性質的部分 為什麼最後我選擇青商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在於說 青商有很大量的學習的因素在裡面 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 挑戰跟進步的一個動力 那實際上進來之後有沒有覺得跟自己想像中不一樣 在會議的規範跟課程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比我想像中的細膩很多 解決問題 不然就解決有問題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公司的經營者 也常常會主持會議 可是很多在會議規範上的課的時候 你沒有去 你不會去意識到它有一些規範的異動 跟主席的研習的課程裡面 這個部分讓我覺得蠻受益良多 真的 所以我還是要大家再推一下就是 新會友的部分 真的課程的部分跟培訓的部分 真的是清商很重要的資產跟資源 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活動是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我覺得有兩個活動 我覺得讓我特別的有感觸 第一個就是今年農曆春節之後 我們桃園辦的一個 在桃園中正公園辦的一個 所謂的元宵的一個野餐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家庭有一個女兒 那我就覺得我很喜歡 不管社團還是什麼 用這種親子都可以參與的方式 在一個公共的場合 那辦了這個元宵活動 今年特別量級會長把它改到 中正公園一個開放的一個地點 那融合了很多在地的元素跟 不管是氣球啦 或是說適合親子啦 然後辦一些抽獎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對我覺得受益良多 而且活動是很輕鬆 那第二個特點的部分就是 最近我們有一個粉紅口罩的活動 那我們桃園青商也搭上了 這波疫情的一個變遷很快速 那我們馬上用臉書大頭貼的 換大頭貼的方式 那讓大家說 包括整體的粉紅口罩 然後戴上兩性平等的一些議題 都是很有意義的活動 對我覺得 我們再對大家 再做一點自己的介紹 包含你的工作 OK 好 那我現在任職在 桃園的高原消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們公司是在地的消防公司 已經28年了 那原則上我們執行的就是 消防的省刊業務 以及消防圖面的設計 跟消防現在年度申報的部分 火災的部分造成很多人員的傷亡 跟財產的損失 那我們公司其實我們的宗旨就是 消防是良心的事業 那最後我們有沒有什麼話要對 桃園經商的夥伴講 或說對現任會長 或是對前任會長 有特別感謝 今天特別提三位人 今年的亮傑會長 我在他今年加入 他也給我很多資源 也給我很多鼓勵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玉文IP 那他也 我在他當會長的時候沒有加入 可是他竟然特別記得我 把我拉到這個總會的新聞有訪談 所以我會覺得特別感謝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2IPP的Leader的部分 Leader 他也是我高中的學長 那也在清商會也跟他學習很多 大概會有這三位的人 特別感謝一下 那我們謝謝阿龍 謝謝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